若望默示录 第三章 你给撒尔德教会的天使写 那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也知道你有生活之名 其实你是死的 你该警醒 兼顾其余将要死的人 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 在我天主面前是齐全的 所以你应回想当初你是怎样接受了 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 你该遵守又该悔改 假如你不警醒 我必要像盗贼一样来临 你也不知道我何时临于你 可是在撒尔德 你还有几个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 他们必要穿上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当得起 胜利的 必要这样穿上白衣 我绝不将他的名字 从生命策上抹去 反之 我要在我父面前 在他的天使面前 承认他的名字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你给 非拉德非亚教会的天使写 那圣洁而真实的 掌有达卫钥匙的 开了 无人能关 关了 无人能开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看 我在你面前 安置了一个敞开的门 谁也不能关闭它 我知道你能力虽小 却遵守了我的话 没有否认我的名字 看 我要从撒旦的贵重 及从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中 其实不是 而只是撒谎的人 把一些人交给你 看 我要使他们前来 俯伏在你脚前 使他们承认 我爱了你 因为你遵守了 我论坚忍的训言 我也要在试探期中保存你 这时期将要临于全世界 为试探世界上的居民 我快要来 你应坚持你所有的 免得人拿去你的花冠 胜利的 我要使它成为我天主殿羽的柱子 绝不再让它到外面去 我还要把我天主的名号 和从天上我天主那里降下的 我天主的诚意 及新耶路撒冷的名号 以及我的新名号 写在他身上 有耳朵的 应听圣神向各教会说的话 你给劳迪克亚教会的天使写 那做阿门 做忠信而真实见证的 做天主创造万物根源的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作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但是 你既然是温的 也不冷 也不热 我必要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 我是富有的 我发了财 什么也不缺少 殊不知你是不幸的 可怜的 贫穷的 瞎眼的 赤身裸体的 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要向我买 用火炼好的黄金 为使你富有 也买件白蚁穿上 为不显露你裸体的羞耻 又买点眼药 抹在你的眼上 为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人 我要谴责他 管教他 所以 你应当发愤热心 痛悔改过 看 我立在门口敲门 谁若听见我的声音 而给我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 同他作息 他也要同我一起作息 胜利的 我要吃他同我 坐在我的宝座上 就如我得胜了 同我的父 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 有耳朵的 您听圣神 向各教会说的话 到你下游了 ähr 到你下游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